一旦成立了 就是一旦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 我可能会背负很大的债务 然后小凤他如果跟我领证的话 相当于我们俩要平摊这笔债务 要平摊这笔债务 这个没有办法追回 因为他是国外 在国外 因为我们之前在一起做生意都没有问题的 他那个款 尾款都给我结的很及时 所以这次我也比较信任的 就是一个外国人 外国人 我们是做的是外贸 哥姐姐师傅安门 你们知道吗 这是做的外贸 然后他一直以来 在我这儿的信誉度也比较高 一直以来在我这儿的信誉度比较高 所以我这次也放心了 就是先给他把货发过去了 但是发货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外贸这订单都是很大的一笔 他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能不是几万或者是十几万 或者是几十万这样的 外贸的一笔订单都是很大的 然后我是把这个货先给他发了过去 我是先拿钱压在工厂这边 然后工厂这边把货给他们发了过去了 然后我等他给我打这个 但是始终见不到他的这个钱 所以说我现在很焦虑 我现在很焦虑 我现在也很着急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哥姐说什么 现在就是遇到了困难了 遇到了困难了 家人们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小迪的心情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小迪的心情 就这个资金 它是很大的一笔资金 它可能到最后会 就是 这个资金它很大 如果说这个钱一旦 这个钱一旦 我背上了这个债务 我在这个时候跟小凤去领证 那小凤 他就可能跟我一起共同背负这么多的债务 懂了吗 我现在欠200万 他要跟我一起 他就等于跟我现在领证 他就等于欠了100万 我如果说现在欠了400万 他现在可能就等于欠了200万 知道吧 哥姐说什么 现在 我不确定能不能追回来 所以我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跟小凤去领证 知道吧 哥姐说什么 如果说 如果说 现在 现在 我能确定的话 这笔钱可以追回来的话 我就放心了 我公司也能够起此回生了 现在 员工的工资已经欠了 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了 现在这个月底 如果再不给人家发工资 就 可能就 就说不过去了 哥姐说什么 所以说你们 你们能理解小迪吗 你们能理解的打一个能字 哥姐说什么 你们能理解小迪的 知道小迪为什么 知道小迪为什么 这段时间没有 为什么犹豫了 本来是想跟小凤去领证的 但是为什么犹豫了 就是这个原因 哥姐说什么 你们觉得能的话 你们能理解小迪的苦衷的话 你们打个能字 因为这个客户 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了 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 因为我为什么对他信任度很高 我的第一笔订单 就是从他这里走的 也是他的第一笔订单 让我的公司起来的 我公司起来的 就是因为他给我的第一笔订单 所以让我的公司呢 就是起来了 所以我对他的信任度很高 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 他会压我的钱 或者是把我的这个钱不给我 我从来都没有担心 而且我们 就是 也 就是 有过很多次的聚会 聚餐 有过很多次的聚餐 所以说 我没有想到 因为这一次 他这个货要的比较急 而且呢 他给我要的就是 讲的时候 比较诚恳 就是我这个款呢 先拖个三天 最多就三天 我现在把货给他先发过去 他急用 非常着急 急用 他只要能把这个 货发过去以后 他三天之内一定给我打款 他是给我这么保证的 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也是深交了 不能说深交吧 但是就是在生意上的往来比较密切 也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我对他这个人的信任度很高 但是我没想到 这一次怎么拖 我的款拖了这么久 已经一个多月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 就是拖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所以我员工的工资到现在都没有发 晚上好 晚上好 新捐 所以我工资现在到现在都没有发 哥结束啥呢 我害怕 我也担心 在这个时候 如果一旦我跟小凤把政领了以后 他这个钱到最后没有给我转过来 我公司就变成负债了 我就负债了 我就直接欠了别人很多钱 小凤他作为我的合法的妻子 他要跟我一起背负共同的债务 哥结束啥呢 这个你们都知道 这个你们都知道 就是他就跟我一起等于负债了 他就等于跟我一起负债了 那我就不能这么做 知道吧 哥结束啥呢 所以我那天直播的时候 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我为什么就犹豫了 我为什么就犹豫了 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可以处理好了 但是我前几天给我这个客户发消息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就是打电话的时候 他已经不接了 而且呢 就是始终处于一个战线的状态 啊 就是始终打不通 啊 没有人接 我让这个国外的朋友去他公司去找他们 啊 我那个朋友说 啊 我那个朋友说 那个公司那里已经关门了啊 已经锁门了啊 已经是锁门的状态 没有人了 所以我当时一听他这么说 我心里面就特别的紧张 啊 我心里就特别的紧张 我就害怕 啊 我就担心说这笔订单如果出问题的话 我可能就很难去翻身了啊 因为这个订单太大了啊 他已经让我的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资金啊 甚至我有一部分贷款啊 我有一部分贷款去帮他把这批货发过去了啊 所以哥姐叔叔爱们你们能理解小迪现在的心情吗 很多哥姐叔叔爱们你们不理解小迪啊 也不知道小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可能看到的只是一部分 但是你们没有真真正正的了解到小迪现在的生活啊 其实现在呢 遇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啊 遇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走起来了啊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走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再 所以我很担心拖累我身边的人啊 包括小凤 包括我的父母 包括我的家人 我都很担心去拖累他们啊 哥姐叔叔爱们 你们 你们 能理解小迪的话啊 哥姐叔叔爱们 你们能理解的你们打个能字啊 你们打一个能字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太自私啊 我没有办法为了自己啊 自己的 让自己身边的人跟着我一起受牵连啊 嗯 所以 所以说啊 很为难啊 哥哥姐姐们 你们知道吗 所以说很为难啊 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都比较顺利啊 我做生意能都比较顺利 从来没有遇过什么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从我啊 从我第一次啊 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比较顺 但是呢 这一次呢 遇到这么大的问题呢 我就没想到啊 我就没想到啊 但是哥哥姐叔叔爱们啊 这个事情呢 你们啊 小凤也知道 但是你们就不要在直播间给他说了啊 小凤也知道 但是你们就不要在直播间给他说了 我们在这等一等他啊 他可能一会儿马上要过来啊 他可能一会儿马上要过来啊 嗯 那边的山上啊 就是小凤的家啊 要走很远啊 要走很远 我本来要去接他了啊 他说 不用 他说他自己过去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等一等他 等一等他 嗯 嗯 但是是这样的 说是这么说 但是现在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夫妻两口子 他们结婚以前 这个男的他是很有钱的 他是做生意的 隔节书他们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们身边应该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朋友也是 我朋友也是做生意的 很多做生意的 他找了一个老公 找了一个老公 然后他老公很有钱 很有钱 然后他当时也觉得 这个男的经济条件很好 然后跟他就在一起了 然后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 没想到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 结果这个男的不好了 因为什么 因为负债了很多钱 负债了很多钱 跑了 然后所有的资金 就是欠的钱 全部都落在了女孩的身上 隔节书他们 你们知道吗 这是我身边 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我认识的人 就是 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嫁给了一个 很有钱的人 结果他突然欠了很多钱 你有一天发现 他欠了很多钱 所以说我不能说让小凤 他也遇到这种同样的问题 隔节书他们 我把小凤从山上带出来了 是希望他能做得更好 是希望他 就是我把他从这个山里边带出来 我希望他是能够更好的生活 就是能够生活变得更好 而不是说希望他能够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让他最后欠了一身债 隔节书他们 你们知道吧 因为这个资金比较大 就是如果说他背负上了这个债务 他是不可能把这个钱给还清的 知道吧 隔节书他们 就是如果他欠了这么多钱 他这辈子可能就很难还得清了 他可能要背一辈子的债 书他们 如果说我自己不把这个钱还清楚 还清 靠小凤的个人能力去还的话 他是不可能的 隔节书他们 你们知道吧 所以说我不能这么冲动 也不能这么自私的去跟小凤 把这个证给领了 一旦领了以后 如果说这个事情我没处理好 如果说一旦我这个钱欠到了 欠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小凤最后就会变成 实际上的这个负债人 隔节书他们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一直在犹豫 一直在纠结 一直在犹豫 一直在纠结 我也很难过 隔节书他们 但是我现在没有想到 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家人们 我现在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我知道你们也很关心我 也在说这个 只要坚持 但是这个事情 现在还没有发生 只是说可能要发生了 如果一旦发生了 我处理不好了 解决不了了 这个 我觉得三五年之内 我可能很难有办法把这一债快速的给他还清 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 那小凤他是爱我的 我知道 他那么善良的女孩 他那么好 那我怎么忍心让他跟我一起 刚刚领了证 刚刚结了婚 就背负这么多的负债 让他背负这么多的 让他跟我一起背这么多的债 一起去生活 那会压着他喘不过来气的 本身他的原生家庭 他的家庭就已经带给他这么多的 就是不快乐 不快乐 我怎么还能让小凤 再去 是不是 吃这么多苦呢 再跟我一起吃苦呢 好不容易 出来了 感觉生活有希望了 结果要跟我在一起 再去吃苦 而且要吃更多的苦 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 去这样做 我现在也在咨询 我现在也在咨询 我现在也在 我现在也在想办法 我现在也在想办法 看看怎么能够处理掉 哥姐叔叔安门 如果一旦能处理好的话 一旦能解决的话 我跟小凤呢 我俩就可以 马上去把证给领了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我说实话 我就不敢 去跟小凤领这个证 因为我不想连累身边的人 我不想连累身边的人 哥姐叔叔安门 我不能连累我身边的人 你们知道吧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在这个节骨眼上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一直以来 我的人生都很顺的 我没想到 我的节骨眼上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哥姐叔叔安门 公正是 公正是可以的 但是哥哥姐叔叔安门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婚前去做一个公正是可以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跟他公正完以后 我跟他公正完以后 是可以划分清楚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出现的话 我还是会背负这个债务的 那小凤他看着我 他于心不忍 那他会怎么做 那他就会拼命的干活 拼命的打工 拼命的去上班 拼命的去替我还那个债务 他肯定是不忍心看我这样的 哥姐叔叔安门 到时候 那他受的苦更多 他吃的苦更多 哥姐叔叔安门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公正完以后 那之后呢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那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也要 是不是 他跟我在一起 每天看到我这种状态 欠了这么多钱 我每天都要想办法去还债 去还那个钱 那他是不是也要跟我一起 去打工 去还那个钱 哥姐叔叔安门 你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们说的这些办法啊 问题啊 我都考虑过 哥姐叔安门 我都想过 我每天 我每天脑子里都在想 我每天脑子里想的 都是这些事情 但是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说 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了 哥姐叔叔安门 你们知道吧 公正没有用啊 公正没有用 所以你们看到我最近一段时间 你们觉得 我很憔悴啊 因为我一直在为这个事情操心啊 我最近都很憔悴啊 哥姐叔安门 每天都很憔悴啊 因为 想留心生嘛 我最近感觉心疼 是不是你们想一下啊 如果说我跟他在一起 公正 哪怕是公正完了 他每天看着我 背着这么多的债务 他能忍心吗 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更累 更努力啊 本身家里就已经 是吧 不是 那个了啊 就已经那种情况了 他还要再想办法 去帮我去 还债 哥姐叔安门 你们说 我怎么忍心啊 我怎么去 我怎么能忍心 让小凤跟着我一起去 还这个债务啊 哥姐叔安门啊 小凤他还没过来呢 他一会下来 他等一下下来 所以说我现在 不敢啊 我现在不敢让小凤 不敢让小凤 不敢让小凤 跟我一起领这个证啊 然后他 哥姐叔安门啊 还有不知道的啊 还有不知道的 哥姐叔安门有多少 我看有新进食国间的叔叔阿姨呢 一直在问我什么情况 问我怎么了 还有多少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不知道小凤和小凤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哥姐叔叔安门 你们扣个一啊 有不知道小凤和小凤 现在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们扣个一啊 我看还有多少不知道的 我看还有多少不知道的哥姐叔安门 不知道最近遇到的情况 还有这么多不知道的哥姐叔安门 我跟叔叔安门 你们大概再简单的讲一下 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我现在呢 可能公司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可能要欠很大的一笔钱 我本来说这两天跟小凤去领证的 但是我不敢去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旦跟小凤领证 如果说啊 我俩领完证以后 我这笔钱 他真的欠下来了 欠了这么多钱了 那到时候小凤跟我一起结婚的话 我俩就属于婚后财产了 即使做婚前财产这个公证的话 小凤他也会因为我背负着这么多的债务 他也会心疼我 是不是 他会想办法打工 他会想办法努力帮我还钱 就是我不希望小凤跟我在一起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遇到这样的问题 金额有多大 我不太方便说 隔节居然的 直播间我不太方便说 但是呢很大 我只能说 可能这笔钱的话 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打多少份工都没有用 他打多少份工 他都还不起的 所以说我不能让小凤 跟我一起背负着这个债务 他如果背负着这个债务的话 背负着这个债务的话 以后可能小凤他的人生也完了 他的人生以后也完了 哥姐说他们 所以说 所以说我有时候在想 是不是宝天爷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 就是他把这么好的小凤 交到了我手里 但是偏偏让我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让我偏偏遇到了这么大的问题 我其实之前我做生意的话 一直都很顺的 我没有想到在这个债务眼上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因为跟我合作的外国的客户 他是我第一个客户 第一个客户 也是因为他 也是因为他 我的公司才起来的 然后呢 他这五年期间给了我很多的订单 每一笔都及时的给我打款了 所以说我对他的信任很高 我对他很信任 但是我没有想到 这笔最大的订单 他给了我这笔最大的订单 他答应我三天 我把货给他 我把这个货压过去 他答应我三天 三天的时间 我没有想到这么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 现在将近快两个月了 已经一个半月了 他现在人已经没有消息了 然后呢 我让国外的这个 就是 我让别人帮我去他公司找他 结果 他们公司大门警惕 然后呢 门已经锁上了 人去楼空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所以我的心 一下子凉了 我就是前两天听到这个消息 所以我犹豫了 我 不敢让小凤跟我一起去领证了 哥姐说啥呢 我不敢 我害怕 我害怕如果一旦我们这两天领证了 这个事情板上钉钉了 他人真的跑了 我真的欠了这么多钱了 那小凤他跟我一起去还这个债 那你说 小凤他本身 就已经这种情况了 他 好不容易来城市里面了 结果他又欠了这么多钱 你们说 你们说 这对他是不是很不公平啊 哥姐说啥呢 这对他是不是来说很不公平 哥姐说啥呢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你们觉得我能这么自私 就现在就跟小凤去把证了 你们觉得 说啥呢 你们觉得小凤不能这么自私 不能 不能这么做的话 你们就破过一 哥姐说啥呢 你们觉得小凤不能自私 就扣个一 因为他 因为 你们可能不了解外贸 你们可能不了解外贸 你们不了解这个行业 他现在在 外贸现在在国内非常卷 非常卷 就是为什么我 把这笔订单压给了他 第一是基于他的信任 第二是因为什么呢 第二是因为 第二是因为 现在 在订单都比较卷 我如果不压这个钱 那别人也有人会压的 别人有人会去压这个钱 别人有人会去压这个钱 知道吧 哥姐说啥呢 所以说我为了不让这个订单流失 再加上他是我的老客户 我就同意了 而且他要的比较急 我就同意了 我就给他压了 结果一压 我没想到 就出了这种情况 哥姐是啥呢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哥姐是啥呢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所以 可能是造化弄人吧 可能是造化弄人吧 哥姐是啥呢 我现在在联系啊 我现在在联系啊 我现在联系人想办法啊 我现在联系人想办法 我现在想办法要把这个事情处理掉 各位姐叔叔 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说我俩感情到位 然后小凤也愿意和我一起还啊 你们想一下 小凤他要跟我一起还了 他得 他还不了 你知道吧 他这个钱 他资金很大 他不是说去打个工 或者是去上个班 就能把这个钱给还了 他不是说几万啊 十几万啊 不是说几十万 不是说上个班就能还的 他是很多很多 你普通人你打几份工 你可能要还一辈子啊 甚至大半辈子可能 我毫不夸张的说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我不能这么自私啊 跟几个事啊 你们知道吧